阿弥陀佛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替我们发了四十八大愿 以照载永结的时间 替我们累积菩萨种种的苦行 点点滴滴都用在我们的身上 完全没经过我们的拜托祈求 因为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是轮回在地狱道 或恶鬼道 或畜生道 他为我们发愿累积功德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在哪里造罪造业 现在他的愿行都已经成就了 圆满了 也就是替我们建设好了 极乐世界的安乐家园 为我们完成了 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的 这条大愿船 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是我们的 极乐世界也是我们的 阿弥陀佛不止十节以前 就已经在呼唤我们 旷节以来 他替我们发愿修行的时候 就开始对我们呼唤 呼唤我们接受他的好意 他现在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极乐世界 即往生的方法 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不仅要知道 更要在心情上 及时准备好 回到他为我们准备的地方 其实 阿弥陀佛是为我们成佛的 极乐世界是为我们建设的 阿弥陀佛的成佛就是要救度我们的 可是我们不晓得 可是我们不晓得 或者知道 但是半信半疑 没有接受 因此 十节以来 才会一直的轮回再轮回 冤枉的 白白的受各种苦楚 所以 净土法门是什么样的法门呢 是接受的法门 是答应的法门 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答应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愿意给阿弥陀佛救度 十节以来 阿弥陀佛一直在拜托我们 在等待我们点头 等我们心中愿意 等我们口中答应 这样一直等 等到现在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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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